这里开悟堂外面时间2022年27号的晚上 我们很遗憾刚才这个新闻播报就被黄标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标题出现开悟堂三个字 看来开悟堂三个字都成了极端的敏感性了 我们试一试看看改完以后行吗 另外时事经纬也不能说 也可能是这样的结果不能说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了 我们讲到那么显然是谷歌的那个数字屏蔽里面 把我们的开悟堂或者时事经纬这几个字都变成了敏感词 都变成敏感词 一看这玩意就要封杀我 好我们今天就要讲另外一段叫继续发酵 继续发酵主要讲是徐州的 徐州的事件 我们看看国内的各方面人事的一个反应 看人事反应 看看能够就知道这个件事情 未来的发展趋势会对社会的文明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个叫胡平 胡平讲 他中共官媒承认在农村严重失衡的性别比 使得男性找对象更难 但是他把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归咎于农民 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 没有比这种指责更错误的 既然中国农民历来重男轻女 那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难度女少呢 可见重男轻女不是问题 在强制一胎化之下的重男轻女才是问题 没错 其实都是有问题 重男轻女也是问题 然后强制一胎化 两样加重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强制一胎化以后 第一胎如果生了女孩 那么他就要把她弄死 这样的话就等于造成了男女性别严重失衡 严重失衡 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 这是第二个叫管兴的 他就讲到 那是1月30号讲 他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重度一下鲁迅先生的祝福 体会一下祥林嫂是个什么人 从他第一任丈夫和他的年龄差判断 他是个被买去的童养席 丈夫死了又要再卖掉他 他逃跑去工作 还做得不错 但还是被抓回去 又被绑着卖进山里 他一路只是嚎哭 到地方的时候 喉咙已经全崖了 他被逼拜堂的时候 还拿头撞按脚以死相逼 满头是血 哪儿没有用 就这样事后还被人笑了 从了 他说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 后来这个丈夫也死了 孩子也被狼吃了 抗争到最后 从了 磨正了 鲁迅先生用极大的悲名 写下了这最大的悲凉 然后他在后世被当做一个调笑讽刺的用语 大家潜意识里都不把祥林嫂当做一个不断受害 不断反抗最终崩溃的受害女性 把她当笑话 这并不限于没有受过教育的 相反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教育被熏陶 甚至某部发言人也曾调笑对方是祥林嫂 以此来怼人 祥林嫂是一生承受一次次不公直到生命尽头的受害人 这种比喻恰当吗 是在替对方叫去吗 鲁迅先生写下祥林嫂 历尽买卖协迫 反抗失败之后 叙叙叨叨的样子是深刻的同情 而后世对这个人物的讽讽挖苦 却也是对这个人物命运最完美的补充和注脚 我们这里我们要像这个过去我们有些言行 我们讲到祥林嫂说也是 但我们不知道 我忘了 可能我们小时候没怎么反而读过 他这一讲讲就要提醒了我了 他是一个同养习 如果是一般同养习都是强迫性的 过去这个结果 我们这道歉 我们就要为这件事情道歉 我们讲的祥林嫂主要是后面的 他精神失常的那段时间 精神异症了 那么这里面是有来源 来源于来自 从这个文鲁迅的著作里面就很清楚 这来源于被逼无奈 就崩溃了一个状态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讲到了 凡是被这种拐卖 然后强迫强奸以后 把女人当成生育机器的 然后又过了几十年而存在了 大部分他必须的变成精神失常 才能生存下去 否则活不了 他只要把自己刻意性的麻木 刻意性的不去想这些东西 变成机械化 否则他会痛苦不堪 根本就活不到后世 根本活不了十几年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揭露出来的很多人都说是精神病 其实都是迫害成的 都是被迫害成的 像这次徐州的这个女士也是一样 也是被迫害成的 把他拴在里面 他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像自杀也自杀不了 所以他只有把自己当成弄成精神病 这样他才能够苟活下来 才能够延续到今天 否则根本就不可能 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们在这两天报道当中也看到了这些 这是一个方面要大家深度的了解和理解 下面一个网友讲炼狱 他说地狱的最深处是留给在道德 存亡之际袖手旁观的 这胆丁 他说并不是一副铁链 让此国人设人设塌陷 而是一副铁链 让早已塌陷的人设得以显现 其实铁链撕开社会光鲜亮丽的表面 我们才看到它的内部早已鲜血淋漓 溃烂不堪 而最可怕的不是曙光 而是曝光过后的一切造就 平 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的惩罚 加尔文 我们讲新教的两大推动者 一个是马丁路德 一个是加尔文 绝对是这样 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的惩罚 我们是听到 那这里面我们讲到 网友又弄了 把这个跟彭丽媛画在一起了 弄了一个漫画 彭丽媛居然是获得联合国 什么妇女儿童清善大使 清善大使 教育大使 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讲这件事情 爆发出来 爆发出来 在这个时候冬奥会正向辉煌的时候 突然爆发这样的事情 我们讲这可能是上帝安排 有人讲可能是共产党内部斗争 故意拿出来怼的 我们从那个我们从感觉上这种情况有吗 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偏向这个我们只偏向于造主上帝的安排 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出现 所以我们讲这件事情让中共当局尤其习共当局非常尴尬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们看他怎么收场这件事情 怎么收场这件事情 另外 陈亮数据库讲到 他在过年前的这一周 我国一度十分流行 并且没人深究的买卖儿童和拐卖妇女的事情 火了起来 岁月静好的国人突然惊讶的发现 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在山西在河北在江苏 有那么普遍且成熟的买卖妇女儿童产业链 有配套齐全的户口登记系统和婚姻登记系统 所谓民风淳朴的农村家家户户 齐心协议的吃人 齐心协议的吃人 所谓热情好客的乡镇 随时就可以把你卖进深渊 一点都不能意外令人意外的是 这些事实其实到 这些事其实到今天依然十分普遍 但是这才是现实 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所谓岁月静好 一直都不过是极少数人的幻觉 没错 倒出了这个真实的场景 另外Rena他讲 其实中国人是知道人口拐卖的 看看他们无论大中小城市 家家老人盯着孙子孙女 幼儿园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人流 就知道他们有多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只是他们不想讨论 不想看到那些残酷的现实 这就是R到零 所有人知道这些话 所有人不说 然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所有人也都是帮凶 讲到都是帮凶 当我们播报这些事情 你会看到这个不是什么表面制度 也不是表面是根深蒂固的 是整个民族溃烂的一个集体的表现 讲到这 下面讲 一头猪掉进现金里 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呼救 要么不呼救 情况可能会叫来猎人 呼救 呼救会出现两种情况 可能会叫来猎人 死在猎人的枪口下 也可能会叫来朋友 把他救起来 如果不呼救 就只能待在现金里饿死 叫唤两生总还有活的希望 连猪都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有些人却不明白呢 献给那些总是嘲笑别人 在网上呐喊有什么用的 猪们 网灾 这是网灾这个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国内女友 也是在找她的女儿 已经有十来年了 我们稍微听一下 看你一眼 知道你平安 大家好 我来自安徽 卢江凡邝的 一位神奇妈妈 我来神道 我被管14年的 女儿吴大海 我女儿 1997年出生 如2007年 6月5号下午 在安徽省 卢江县凡山镇 阳山小学 上学时失踪 当时 13年就在校学生 我女儿的体谋 特征是左眼的小眼角下 有个不太明显的疤痕 右下眼皮里面 有颗小指 左脚指 小时候开水烫上 留有疤痕 我来这里 想得到大家的帮助 希望大家能 过关注我 如果 您不知道 我女儿下落的话 请帮助我 转发 即克三文学 女学信 如果 真的让上天 给我们的力量 让您知道 我女儿下落的话 请如我四亲 和宝贝回家联系 感恩 好人一生 平安 我 这个悲剧 好像天天都在上演 这都已经有14年了 孩子失去了 孩子14年 那么共产党 只用一个走势 你是都在 你共产党全面控制下 走势能走到哪去 就说你不想作为而已 那么你不想作为的背后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讲到 下面果然 网友也讲了 共产党随后就要指责美国了 果然就出来 中国代表说 严重关键美英等国 近五年 亥能听闻的贩卖人口问题 这就是共产党转移视线 转移视线 给中国人安抚 我们讲到这里 所以报纸还等美国是贩卖人口 和强暴劳动的重灾去 这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讲到共产党 下面一个高法龄的 他讲 可敬的光明日报记者 武晴英 34年前 揭露11名女研究生 被拐骗案 而生育喝起 他回顾财血 曾查看 允城县公安局 1988年报告的记载 他说 我县被拐卖妇女 有9名因抗拒成婚 不堪受辱而至上 其中两村 两少女都是在被卖5天内自杀 父某以800元买一个 11岁四川幼女 奸淫半年之久 陈城村一男将买来不从的女孩 砍连砍七刀 这后面他就没有 没办法记录下去了 这种事情 共产党知道吗 知道 为什么不作为 大家琢磨一下 不作为 因为我们一直讲的 这就是他们的统治基础 下面这个 记者武晴英 披露80年代采访 还了解到允城县害能势力 他说一个怀孕七个月 外地妇女来何则看牡丹花 会被骗被卖 因不肯于买主同居 被买主兄弟素人扒光衣服 摁在床上 让买主当众强奸 另外湖北红安 一38岁妇女 被拐卖到允城后 半年被倒卖八次 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 由当初700元 抬到1700元 30多年改变了多少 没有改变 我们讲到这个 男女老少欺上证 这是一个族情问题吗 这是一个 另外网友讲 李云迪嫖娼事件 有625家媒体报道 而徐州风县巴海铁链母亲 零家报道 现在知道国内媒体 都什么德行了吗 这么罪恶滔天的事 如果发生在美国 CCTV新闻联播 能炒作一年你信吗 整个上下都不是人 我们讲到的整个上下都不是人 所以我们讲国内的人 华人的东西不要听 根本就不要听 尤其这项这边 全他妈的不是人 我们讲到不是人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不看 基本上全面都不看 另外我也讲到亮剑 小说后半部 没人敢拍的电视剧 原著后半部 有许多悲惨情节 一众主角全惨死 丁伟为彭德怀敏冤被捕 李云龙岳父化为右派 发配北大黄 1960年饿死 赵刚在批斗罗瑞卿大会上 仗义直言被批斗 夫妇双方自杀 李云龙文革中开枪镇压 抢夺军械库造反派 被审查时开枪自杀 两天后其妻田羽割碗自杀 这就是中国人间地狱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盘点中国历史上 16次人口大灭绝 第一秦末农民战争 死亡率灭绝率70% 绝对人数1400万 估计当时只有最多2000万不到的人口 1400万就灭掉了 第二汉武帝伐匈奴 灭绝率50% 绝对人数2500万 第三个西汉末年混战 西汉末年混战 灭绝率65% 绝对人数3859万 每次都在升高升高 第四个是三国时代 灭绝率98.3% 绝对人数4867万 都到5000万左右后就开始爆发战争 就开始死那么多人 第五个西井八王之乱 灭绝率38% 绝对人数618万 还算好一点 但问题是三国到西井的时候还没恢复 没多少人 刚恢复到1000万人口估计左右 就灭掉了 第六南北朝混战 灭绝率60% 绝对人数1800万 第七个水朝育民 水朝 水朝时期搞了修运河之类的 或者是向朝鲜打仗 高丽打仗 灭绝率73% 绝对人数3367万 那时候估计也就是4000多 5000万不到 然后在安史之乱 唐朝安史之乱 灭绝率68% 绝对人数3593万 另外唐末 皇朝起义 灭绝率76% 绝对人数376万户 376万户 那时候一户不知道多少人 一般那时候起码家里面有三四个孩子 那你就乘上三四倍就行了 另外第十 金元 灭两宋 金朝和元朝灭两宋 灭绝率91% 绝对人数8460万 虽然相隔了一段时间两个加起来 大概这么多 第十一 元末混战 元朝末年混战 绝对灭绝人口700万 我估计这还不止 第十二 明末混战 明末就是清朝和李志成混战 灭绝率80% 绝对人数8600万 经过200年以后人口增长了 这时候到8600万又灭掉 第十三 清代的白联教记录 起义 1796年到1805年 种种大概十年间 灭绝率28% 绝对人数1.1亿 第十四 太平天国起义 灭绝率43.5% 基本上一半人口了 绝对人数2亿 第十五 二世纪的二战加内战 绝对人数1个亿 第十六 被共产党屠杀了中国人 绝对人数8000万 我估计不止 估计不止 起码得1亿多 下面这条 讲到的是 汪精卫 我们在 这是穿插 我们就穿插进来汪精卫 他真是个天才的预言家 说他是汉奸 原来是因为他说了下面的话 他说什么下 我和共产党头目人 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 毛泽东是他的秘书 大家知道 宣传员 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老毛 共产党这个葫芦里 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 我是很清楚的 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 我是不能再上了 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 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就是为了消灭次货 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 就把饥荒内战屠杀 烧杀 愚昧 落后带到哪里 这是汪精卫说的 中共壮大 这里汪精卫说的 轻行者有 愚昧者太多了 所以轻行者 寥寥无几就被愚昧者 说淹没掉了 提醒 下面我讲 把运运万物的黄土地 当母亲 把长江黄河当母亲 一切宽广 宽广包容 充满爱意 不计回报的事物都被我们当成母亲 闭着眼 颂扬了半个多世纪 一睁眼 已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了 竟看见一个被铁链拴在破屋墙上的八个孩子的母亲 所以我们讲中国人不是人 都他妈一观禽兽 一观禽兽 表面唱了那么多 母亲 然后拴起来 我们讲共产党也不讲党啊 我的妈妈 是吧 把共产党比作母亲 OK 铁链就拴住了 我们讲到从这个角度移过来 铁链就拴住了 下面再看一个 在非洲的朋友联系我们说 他喊上了几个人 这些天对一些非洲部落进行调查 他写了很多 大体意思就是 非洲是有人口买卖 但不会略带买卖人口 跟徐州比 非洲充其量叫野人 而徐州则是僧人 僧口的僧 僧人 他还说徐州不应该属于为解放区 而应该属于为进化区 为进化区 为进化区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亨利博士讲 张艺谋超声被罚款746万 登上了央视新闻 并且这笔巨款还需要一次交亲 反观那家人生了八个还给补助 如果考试出了这道题 该怎么用正能量理论解释呢 我们没法形容这片土地 连骂都懒得骂 都没法骂 这是矛盾的东西 无限的 就在现场当场 像张艺谋说是超声罚748万 一切都为了金钱利益 抢劫 我们讲到的一切都是这样的 为了抢劫 下面再给大家看一个 清晨的日光讲 虎年誓言 作者朝天 他说我发誓 风险女奴事件 即日起一个月内不严肃处理 本人今生不于封县人打任何交道 两个月没有合理结果 今生不于徐州人打任何交道 三个月没有令全国人民满意的结果 今生不于江苏人打任何交道 包括不于江苏人交朋友 不购买不消费江苏任何商品 双脚不踏入江苏省区的土地 若一年内的该案 仍没有令民众满意的处理结果 本人不承认江苏省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若为此事 下辈子变成被铁链子拴着的狗 作者曹天兰 有六八年生于兰考 当代著名使命 我们讲狗屁 他根本就这样 这就上共产党的当 你让他自己能相互掐 相互掐 我们讲到这帮人也是大鸡鸭猪狗 大鸡鸭猪狗 我对他一点不同情 我们对他 像这种誓言根本就没作用 这都是他妈的 中国的所有的狗屁文人 狗屁文人 娘媳婢的狗屁文人 我们要大胆地骂这个东西 他不明白吗 他很明白是谁 然后他怪的是江苏人 加怪说了别的地狱的人 他不知道这事情来源吗 这是为共产党洗地 我们说的不好 今天话就是为共产党洗地 下面 我们做另外一节 介绍 今天内容也还是比较多 我们做第二节介绍 OK 再见 OK